現在呢,老師把Edge Fender打開之後,我們就來試看看怎麼用 其實Edge Fender它本身這套軟體就是來做數位教材用的 那它在影片剪輯這個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這個我記得是澳洲的軟體啦 一套33塊多美金,如果是最高等級的版本 33塊多也差不多就是1萬塊上架 但是影片處理的這個剪輯的功能是完全免費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那你有用到它付費功能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浮水印而已 就是一樣還是可以輸出,比如說你要做一些互動教材 網頁互動教材它也可以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您就可以從這邊新建一個工程 就新的檔案按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老師你平常就已經準備好PowerPoint 所以PowerPoint可不可以把它匯進來 可以 你就等於說我PowerPoint都準備好了,我人是不是就進來 做 比如說你可以只有錄聲音喔 對,因為有些老師不喜歡出風頭嘛 所以他不喜歡錄影 可是你可以錄聲音 在這個軟體裡面你可以錄聲音 等於說我幫我的簡報做旁白的意思 好,這樣也可以 那另外一個是我開一個空白的 你看我從這裡開空白 您看一下,預設大小 有沒有覺得剛剛這些數字有些熟悉 所以知道為什麼剛剛先打預防針嗎? 哈哈哈哈 您看了這樣就知道 其實我們平常最常用就是這兩個 好,就是這兩個 那因為我現在螢幕沒那麼大 所以我就先稍微用小一點 這樣OK 好,如果說待會老師再用 也可以用小一點 不然你這樣變成視窗太小 好,視窗太小 好,我用720400DVD的 那下面這個呢 請問PowerPoint裡面一張一張的 我們稱作什麼? 投影片對不對 這裡稱作換燈片 不一樣名字而已 預設是不是0張 0張 所以您可以來這邊把它按一下 確定 好,有沒有打開了 但是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建議老師這裡 有一個您可以做一下 右下角 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要捲動視窗比較不方便 所以您可以按一下 右下角這個 這個叫做自動縮放 也就是您拉動視窗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們縮放 你看我在這邊 有沒有這樣 這樣有沒有自動縮放 這樣會相對比較方便一點 來 增加空白關鍵 換燈片 有沒有開始熟悉感出來了 這樣還要繼續講嗎 所以 這個太多 來 那麼 這樣好了之後 通常因為 如果您知道做影片 背景是什麼顏色 通常是黑色比較多對不對 來這裡有個背景 有沒有可以選黑色的 可是一次一張 是不是有點慢 你可以多張選起來按住去 我就來告訴他 嘿 這樣子 有沒有全部都變黑色的 好 那 等一下呢 老師也可以把 如果你剛有錄影的話 或者是剛做好的影片 從哪裡叫進來 在這個地方 有個叫注釋 它中文 它英文是annonate 確實是中文翻作注釋沒錯 只是這個 在這邊可能大家比較容易誤解 一般我們通常會翻作插入嘛 對不對 它這邊翻到注釋 有沒有看到影片 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所以我把影片把它叫進來 OK 我存在這裡 應該是媒體櫃裡面的視訊 預設的儲存檔案 是不是在這裡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進來 但是因為我現在檔案比較大 還好 因為我也是1280 所以還好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在裡面做縮棒 但是 知道為什麼 我下面會多一個黑黑的嗎 跟我剛講那個比例有關係 我錄的是1280乘720 這個比例 可是我現在是多少 720480是4比3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 這常常就是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有沒有 上下是不是就變成 會像這樣 那您看下面這裡 記得喔 一打開之後 這個不要忘記了喔 有沒有自動縮棒 現在就很簡單 您看在這裡 水平的 有沒有它的音量 跟這個都進來了 那如果您覺得這個聲音太小聲 有沒有這個聲音太小聲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音量的大小 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這個 應該是按這裡喔 從間這裡按一下 把它變大聲一點 有沒有變大聲一點 看這個音量就知道了齁 所以您可以在這邊做後製 那麼 剪接的話呢 也可以用 剪接也可以用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您先在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按一下滑鼠 就是這個有齒歸 齒歸 這個時間軸上面按一下 因為它現在少了一個東西 有沒有跑出來了 你會發現會 有沒有跑出這個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 威力導演的 威力導演 有沒有左右有兩個 黃黃的 激男跟他功能一樣 這是用來給你選範圍用的 如果你不是用來選範圍的 也沒關係 我到這邊之後 我就看哪一段 我不小心剪 弄錯了 我先調好 按住拖曳一下 有沒有選範圍 選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裡 有沒有一個刪除範圍 這一段就可以把它拿掉 或者說 我就發現 這一段好像是 你看 聲音這裡 沒有錄好 所以如果老師有吃螺絲的時候 你只要不講話就好 因為你以後在剪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不講話了 就是我要剪掉的 對不對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 咔嚓 有沒有那段就剪掉了 當然你還是要自己聽一下 這樣比較保險 但是 這樣剪接有沒有很容易 就還蠻容易的對不對 你就自己挑 萬一講到這裡有少 有少怎麼辦 比如說你要補錄一段啊 如果我們是用這種藍木綠木的 要補就比較麻煩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影片 我要再補一個東西 其實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蠻不錯的 你只要把你的這個 游標 移到這邊來之後 你看後面這裡 這個 也就是說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影片 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之後 我裡面是不是就可以 再插東西進來了 你看喔 那您順便注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好 我們現在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是不是三段投影片 我把它按一下 切斷 分割投影片 有沒有變成兩段投影片 一跟二 這樣子 中間要補一個 各位應該會調整投影片的播放順序嗎 有沒有這樣補進來了 所以它就播完這個 才播這個 再播這個 這樣簡單嗎 還是OK 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我怕我一次講太多 所以您待會打開之後 第一件事情您再看一下 打開之後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直接用空白工程就好 那麼它預設這個專案檔 會存在我的文件夾裡面 您可以自行選擇要放到哪邊 重點是那個大小 那個大小 那因為我們現在解析度比較低 所以您可以用6404800或7204800 比較不會說做起來 大家覺得 唉 就是要縮放太多 選好之後 不要忘記了 是不是要有一個空白的 換燈片 萬利如果你沒有 也沒關係喔 來 你看 我把它用另外一個名字 這樣就是空空的 不要緊 自己來 換燈片 有沒有增加空白的 就沒有就自己來嘛 但是記得 一開始 它是用圓尺寸 所以不要忘記 右下角這個自動縮放 點下去 這樣子 再來做後續的動作 包括你要改背景啊 插入圖 圖片 插入影片 就從這邊 好 還給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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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 1個 3個 馬約 5個 5個